這是立偉林昌作 這是沈寧樂團駐唱林昌作 雖然Freddy林昌作完美兼顧如此跳動的角色 不過私下的他得先安撫團員的抱怨 就是沒有一起合招的小黑 說不定曾經有心理不平衡的時候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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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我喜歡循環生活啊 就常常會想到說靠我面前 努力打下的地方可能 他哪一天要有情緒 我們要重打一次 年紀已經超大了 不會啊東方人都看起來比較年輕 小黑就是 等到選完了以後不平衡的感覺就會變大 但選前的時候因為那個荒謬的政治劇一直會發生 所以他會覺得林昌作趕快選贏 看到那拳廢渣在那邊騎娃娃 對選前的時候你怎麼沒看給我選贏喔 然後選完了以後再看到很多行為人說你怎麼沒看給我選贏喔 你會不會覺得政治人物可能就是你有點像是天職這樣 我是比較平常心在看 所以我不會把政治這條路當成我飛走 而且好像一輩子接著我牙就一直走 想要再往上 我不會排斥啦 那你有得等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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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有每個階段性的任務 但是作為音樂人的這一個本職 創作者的這個本職是不會停下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而才會是我的一個天職 就是一直創作 但不管走哪條路 林昌作爸爸的身份一定是職責所在 也是他心裡最軟的一塊 選舉期間的話都要到很晚才會回家 然後早上凌晨就出門 有時候一個禮拜沒有看到他 他的變化就很大 所以心裡當然很多會覺得捨不得 那現在就是至少晚上 我現在晚上還蠻常回去陪他的 就是洗澡啦 那個洪睡啦 他從一歲的時候就怎麼樣 那他凌晨的時候自己又跑來我的房間 就講說 阿爸我很心裡的 我想要讓他學樂器 就是走 一直走 一直走音樂這一塊 我不知道他很不興趣 我每次彈他那個小鋼琴 我如果好好地彈 像昨天我彈那個Honey我忘了給他聽 他就來把我一直弄掉 沒有啦 有時候你放歌放音樂 然後他在那邊跳舞跳舞 他就自動把鋼琴打開 然後在那邊亂按 會不會 不敢有第二台的鬼話 看他 對啊他就看我 對有沒有看他 沒有我覺得生一胎都會費三年 就這三年的期間最想做的事情 只有一個就是睡覺 然後其他事情都是比我越圓越好 不要來煩我啊 什麼出專輯啊 什麼表演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可以要嗎 但是他三歲的時候 像最近也就是慢慢慢慢開始有一點 就變動病 以我這個年輕來講就是要好好想想 就是 你趕快聲聲再說 對啊 小黑混音樂 我隨意有你 我也沒在必要口 好啦 我現在我覺得 OK的 蜜蜜蜜 長大 做什麼 就反對 想要給中國人 那是他啊 他說的嗎 是嗎 是我說的嗎 那如果蜜蜜要加入醋同檔 同醋檔 同醋檔 那一定醉打斷 你說例如以後做什麼我會生氣 就是一定是他不珍惜這些事情 被獨裁政府同事也沒關係 那樣子才可以拼經濟 應該差不多了 這樣我們肥子兒子差不多了